本期视频由房大师特约播出 加拿大最大华人找房买房平台 找房就上房大师 大家好 欢迎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本期视频由 蒙特利尔地产经济 杨阳为我们解读 蒙特利尔2月份的房市情况 2月份蒙特利尔房市 数据上的表现如何 那我们最关心的就是独立屋 2021年2月份 独立屋中间指导价 已经涨到了69万 比2020年56万9千的话 增长了21% 即便比上个月的话 也是增长了6% 独立屋成交量465套 比2020年2月减少了10% 比2021年1月份增长了34% 我们明显能看得到 独立屋市场还是非常火热 包括现有房源量 1125套 比2020年2月份 1699套减少了34% 和上个月基本持平 下一个我们看一下公寓 公寓中间指导价 已经到了40万 比2020年的38万增长了5% 和上个月的39万5 基本上增长了1% 但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公寓的成交量1075套 比去年的923套增长了16% 但是呢 比上个月的750套增长了43% 就说明市场呢 大家对公寓的需求量 还是有所升高的 那同时呢 公寓的现有房源量4106套 比去年的2666套的话 增长了54% 比上个月的话是微增长2% 在蒙特利尔呢还是质疑有很多人去投资PLEX呢 就是小型投资物业 中间指导价是75万 比去年的65万2增长了15% 比上个月的71万增长了6% 那我们看一下小型投资物业的成交量 284套比去年277套增长了3% 比上个月的277套增长了3% 市场现有房源量呢 1021套 比2020年2月份的1006套增长1% 比上个月呢 微增4% 分享一下您在2月份的感受和成交案例吧 2月份我们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有一个房子去年呢 是挂在市场上是129万 挂了6个月并没有卖出去 不是我的listing 今年呢我们把listing拿到了 我们129万8在市场上挂 第一个open house 收到了6个offer 两个加价 然后以140万05千卖出的 那卖家是相当的开心了 还有呢就是我们所有的listing房源 都是比较尽快进出的 市场反应特别快 那还有呢就是说跟了几个买家 无论是小house还是公寓 所谓的小house就是 较价在50万60万左右的house 公寓的话呢 大概可能是30万40万的公寓 百分之百的都是multi offer 最近买家的心态有什么变化 买家心态呢就比较着急了 因为现在是完全的卖家市场 从买家角度呢 买家就是比较恐慌了 我们也相对跟买家讲 就是不需要恐慌 因为很多买家有钱买不到房 抢offer 10个offer以内的还是比较好的 我们听到有一些 20多个30多个offer都有可能 所以呢建议买家下任何一个offer前 做好预批信 跟你的经济讨论好你喜欢的地区 然后你想要的条件 那现在呢很多买家 包括我自己的买家也是 他问我说 哎呀我下多少offer比较好啊 以前呢我们都会跟客人去分析 过去的历史记录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不太有需要分析历史记录 而是要看有多少买家来抢这个offer 我们看到过比较夸张的 10% 15%的都有加价的 对 现在去买房的刚需和投资的比例 哪个更大 刚需的并不是很多 买刚需的房的人都已经买完了 很多都是把原来的房子 做refinance出来之后 做二次投资 大多数都是用来投资的 因为现在的利息 还是相对比较低嘛 那3月1号起呢 像我们这边有一些银行 已经涨了利息 涨了0.2个点 但是呢对买家来说 这并不在意这0.2个点 因为比起我们可能 10年之内的1.99的 最低利息还是比较低 像上个月我客人带到最低的是1.2 因为比较大的数值 所以是也是个特批 所以对市场大家来讲的话 更愿意去拿钱做房屋职业和投资 因为觉得这个是比较稳定的 那这些投资买家 是本地的还是海外的 他们投资什么样的房心 我这边的买家呢 大多数都是本地买家 海外买家也有 有一些孩子要过来这边加拿大 回北课读书的 会让我给他们关注房源 因为他们可能准备9月份过来 这样的买家呢 有很多不确定性 那包括我们下offer的时候呢 我也接触过几个房子是这样 那如果买家并没有来看房的话 他的offer相对就没有力度 这个是卖家会看重的一点 那我还有一部分买家呢 是用来做投资的 他们投资的方向有两种 一种是买独立房 因为觉得独立屋 无论是生殖空间 还是居住空间 可能都是相对比较大一点 所以他们独立屋投资的话 基本上在50万60万70万左右 还有一种买家呢 就是小买家 那我们讲的就是在公寓 30万40万左右的买家 那比如说在蒙特利尔 downtown 一室一厅的公寓 大概35万到40万之间 没有parking 这样的房子可能租到 1500、1600左右 有一点呢 是因为有几个楼盘相机交房 所以呢 出租物业相对还是比较多一些 这个呢 是大家可能关注的 那还有一些呢 就是国际学生 并没有完全地回来 在这边读书 但是市场呢 也慢慢蓬勃起来 比如说 有一些人还认为 downtown 公寓 是比较好的地段 以后前景非常好 还是愿意在这边 做一位投资的 目前公寓市场表现如何 我有一个客人比较好啊 带他在2月份 抢了一套公寓 那这套公寓呢 我记得2020年1月份的时候 隔壁一趟街的公寓 我是作为卖家经纪 卖了41万 帮客人卖出去的 今年呢 我带另外一个客人去抢嘛 我们选了一个11楼的公寓 大概560平 在蒙特利尔市中心 我们是37万二拿到的这个公寓 所以客人也相对的蛮开心的 因为他是在见面上学 所以是资助来用的 介绍一下您身处的这栋房子吧 听说是个豪宅 这个房子呢 是2000年建造的 前房主自己是设计师 是4加1卧室 3加2洗手间 房子坐落于蒙特利尔 多瓦市 那这个市呢 最有名的孙岸小学和孙岸中学 环境相对的比较优美 房子 房间举架是21尺高 最高的地方 一楼呢 是11尺 二楼10尺 那整个房子呢 是意大利建筑师建筑 所以所选材料都比较精良 我所的豪宅 如果在西岛的话 应该是top10%吧 这条街最里面是蒙特利尔 前市长自己的房子 这趟街上所有的住户 都是基本上有自己的business 这个房子居住面积3800尺 占地是8000尺的面积 放入面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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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